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有一句话说 在家靠父母 除外靠朋友 不过如果在您的生活 遇到很多大大小小 需要帮助的trouble 这个时候您会选择谁呢 相信有很多人都会选择 他这个生活周遭附近的 好邻居TALK SHOW 就是所谓的里长了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带您请到三位 不同区的三位里长 新科里长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他们的理政与生活经验 生活智慧家 我们首先要欢迎来自 大安区永康里的里长 李明寅里长 欢迎李姐 你好大家好 我是大安区永康里的里长 我的名字叫做李明寅 那我的宣传的方式就是 李明一定赢 所以大家都一定会记得 我叫做李明寅 我赞哦 这个口号真的很响亮 而且里长所在的区位 就是这个中外人士 最爱的永康商圈 好 再来第二位呢 这个商圈也是非常的有名 在我们的这个振兴医院 跟我们这个荣总附近一带的 来自我们北投区 郑华里的里长 郭崇宜里长 欢迎郭里长 大家好 我是北投区 郑华里里长 郭崇宜 大家好 欢迎郭里长 再来第三位呢 来自我们信义区大道里的里长 毛水月 毛里长 欢迎毛姐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信义区大道里 我的名字叫毛水月 我当时选里长的口号是 希望社区越来越好 所以我又用一个结缘包 送给大家 希望我们的社区 跟我们的里民 都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其实我相信大家看到三位 都一定觉得非常的亲切 都是非常的有憧憬 为大家服务的 不过大家可能很好奇的是说 我们在当里长之前 之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比方说像郭里长 看到你应该要叫你升大学长 有没有 因为先前是做有关摄影的工作 我们可不可以一一的 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郭里长您要先吗 以前是做摄影吗 为什么现在要做里长 好 那我在之前最早的时候 高中毕业是在华市 华市当一任摄影助理 那后来就当兵回来了以后 我就因为还是热爱 摄影的工作 我就自己开了一家照相馆 那服务了将近三十年 就会发现说 社区有一些公众事务 大家都不太关心 尤其是都会居台北市的民众 大家有时候都很冷漠 那我就发起了一个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社区 也就是这样子的因缘际会 那社区的大家的伙伴就 推荐我来参选这个里长 我们的竞选口号就是 重新出发一起改变 希望我们政华里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国理长 所以以前我们是用心的 用影像帮李明的生活做记录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一步一脚印 都是能够说 join到李明的生活 帮大家解决问题 提升了层次 对不对 OK 恭喜 那李简林呢 对 以前好像也有担任过 那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也参与过大大小小的东西 我原本是所经营的是咖啡简餐店 然后我也是一个插花老师 有瓷房教授 也有西洋花的教授 那我其实呢 我其实为什么会来参 担任这样子的一个里长 其实应该是话说 应该是有一个很有爱的一个 希望关怀别人 就所谓人家说很鸡婆 然后我也很想把这样子的爱的关怀 能够带入每个人的家庭当中 那如果要带入每个人的家庭当中 首先呢 你必须要当里长 你当了里长 你如果去敲门 他们一定会开门 叫正当性 对不对 对 那你如果不是的话 你做什么 他可能 他会说 你要做什么 那但是你如果是是里长的话 他会说 里长你来了 请问有什么事 他一定会把门打开 我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爱的关怀 能够带入到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 没错 谢谢您 好 散播欢乐散播爱 其实在毛姐 您的这个理念也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那为什么当志工 我们当了将近20年 对不对 为什么会想当里长 是 这个缘起也是由当志工开始 是 其实我从小就其实是就 大家左邻右舍公认的鸡婆 很鸡婆 狭女个性这样子 对 那其实之前当志工 就是忙到自己有时候 真的连饭都没吃 对 那后来就是一阵子以后 就是在 因为我是南部人 我是台南人 那嫁来台北 也将近30年了 对 那因为周遭环境又改变嘛 那改变以后 我在这边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也是从志工里面去认识 然后朋友们看我很鸡婆 很热心 然后就一直鼓励我 一定要来选里长 是 他说我这样子 可以服务更多的人 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想服务更多的人 帮助更多的人 是 然后关心更多的人 所以我一然而然 就出来选里长 这样子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都是 长在这块土地上面 是 我们用这个大爱 我们一块来让我们这个 居住的地方 大家变得更好 对不对 用我们的力量 实际回馈在这个社会 对 谢谢 这个是三位里长 我们一致的信念 不过 大家都有当过 什么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干部 志工 会觉得当了里长以后 这个职位 跟云西想象的 有什么不一样 像李姐刚刚有讲说 我们当了里长以后 敲门 民众会比较愿意请听 除了这样子以后 就是除了这个转变以外 您觉得里长这个职位 跟您的原先的想象 有没有不一样 还是一样的 确实是不一样 你当里长的时候 一开始还没有当里长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觉得说 我就像一个妈妈 去关爱每一个小孩 现在还是啊 对 现在还是 但是在进一步的话 遇到很多的一些 陈情的案件的时候 你就要变成是无敌女超人 因为你要排除万难 去克服所有的困难 来帮他们解决 那但是不一定每一件事件 你都可以圆满的解决 所以很多事情 当我遇到最后的一个困难的时候 其实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会把这样子的 人所不能做到的 我就会交托给神 让神来帮助我 给我这样的智慧 让我能够去寻求各方面的一个 比如说资源也好 管道也好 来解决所有礼民所需求的 他们的困难 能够帮助他们 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说我面对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正向的力量 比方说神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源 然后再来我们用好的态度 我们去想办法化解 对不对 去让它变圆融 对 好 那女生跟男生当里长 姑里长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面对的事情 包山包海 您觉得最特别的事情 是什么 因为星期的上班应该单纯多了 对不对 嗯 那确实在担任里长的时候 会处理很多平常想不到的问题 是什么 比如说像家庭纠纷啦 什么这个 有时候我们介入的 我们会觉得 这个事情 我们处理起来 如果能够帮助一个人是很好 可是有时候要 他们要求的 可能我们会做不到 是 对 那譬如说夫妻吵架 那我们的介入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有时候有点尴尬 缺和不缺离吗 对对对 还是怎么样 对 夫妻有时候 有时候男方跟女方的想法不太一样 是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请我们 女性的志工陪 我们一起来 来参与介入 把男女双方带开来沟通 是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嗯哼 因为我们也尽量帮助 我们社区里面 每一个家庭都很和谐 嗯哼 那但是我觉得里长的责任更重啦 像我们之前是担任社区发展协会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工作 那发展协会就是可以选择 那这是我想要做的工作 我来推动 那里长必须概括承受所有的 包括你做的推动的事务建设 那当你做一个建设的时候 可能有些里面是先天性 它是一个反对派的 它会把你所有的善意解读成 然后就是会有时候会恶意的批评 有时候你明明是一个人行道 你把它规划了 它就解释成说 你不让汽车停车 它会用另外一个角度 所以我们也会用 大概团体活动的时候 宣导说我们这个措施的用意 让民众大部分的民众都可以了解 那也是我们常常跟志工讲说 做这种服务 就是虽然不是教徒 但是就要有宗教家的精神 不管人家怎么批评你 我们都要不要说 违反我们当初的理念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心态正确 那所有批评就显得不是那么 恶意的批评都不会那么重要 是也就是说坚持自己 为民服务的初衷 那毛姐您认为呢 其实我们相任了半年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案件 那其实一般来讲 就像刚刚郭理长讲的 以前大家在当理事长的时候 可能大家不会说 理事长理事长请你帮我 可是当理长的时候呢 理长我家漏水了 理长我家马桶坏了 这个大大小小的事情 您真的有可能遇到 当您遇到一些不能处理的事情 怎么办 用爱化解吗 还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是 其实刚刚郭理长就讲到我们那个 就是协会理事长跟理长之间扮演的那些角色 还有那些问题 对 其实我都有碰到 对 那当初其实我们在成立协会的时候 是有一群就是热爱社区的朋友们 那我们共同组成这个社区协会 然后一起为这个协会呢 做点小事情 对 那后来我发觉我们 因为我们的热忱度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左邻右舍他会觉得说 我们可以再帮他们多做一点点 所以其实会对我们协会有所期待 有所求 然后这个正向的力量就不断不断不断的来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身为理事长 我们就会想说 能够多帮就多帮一点 但是问题是我们那时候 就像那个李姐讲的 我们根本没有什么的身份 名分去帮李明 对 所以到现在 我们上来里长了之后 我觉得说就是大小事情 真的都要概括承受 就不会像做协会 做协会是比较轻松 然后虽然累 但是会很开心很快乐 那当里长以后 很多大小事情都要概括承受 那有些小事情可能迎刃而解 有些大事情可能要透过时间 可是李明不会体谅你说 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处理 他会有一些压力给你 这就是当里长跟理事长 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而且都会区的里长呢 很多我们在聊一聊的时候 大家都会不约而同 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最怕的就是什么 这个人力 其实我们都会区人多 但是有的时候 比方说也许办活动啦 或者是要找志工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困难度就出来 对不对 有遇到吗 李姐 其实我看您的活动人都蛮多的 对 我有一群大家自同道合的一些灵长 那灵长会带动他左右邻居的朋友 亲戚朋友 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些的活动 所以在人力的上面来讲 我觉得人和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够邀约更多的人 那我借由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是因为我的社区里面有开课 有开了一些社区的课程 所以在这个社区课程里面的这些的学员 也都是我的永康里的里面 然后我就会在上课的时候 然后就跟他们邀约说 我们要办什么活动呢 或是寻求他们的协助 他们都会很乐意的 然后站出来 然后其实台北市政府也很希望 我们所有的市民 尤其是退休的这些长者 能够走出户外 能够走出家里进到户外 能够有一些活动 所以借由很多的活动 我就是借由用这样子的一个 社区的课程的学员 这些里面 他们都会一起来帮助 一起来协助完成这些的活动 所以我们上完课在您那边 我们还可以参加巡守队 对 这个对这个晚上这个社区治安的维护 尤其是商圈是非常的重要 郭理长您那边也有巡守队 两位其实也都有巡守队 可以分享一下 OK 那刚有讲到社区的资源 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社区资源的不够已经是常态 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社区的大家志工 就不要太在意 因为一定是不够的 那我们除了资源 我们就推广益的资源 所谓的资源就是我们其实 最大的资源就是我们的人力 对 包括我们今天上午在上那个 自工银行的课程 银行喔 对 我们推一个我们从 瑞士有一个叫时间银行的概念 但是我们要做稍微一点的改良就是 同样的是不同样的事情 可能是不同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要所有不一样的事情要做不一样的积分 那瑞士的银行可能时间银行就是 你做时间的转换累积 你可以把时间有能力服务的时候 把那个服务的时数将来转换成被服务的时数 那我们就觉得你可能帮一个老人家洗澡 跟你去慰问他 是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时数的累积 今年我们是利用专案3 社会局的专案3 做一个人力的训练 从社区资源的开发来肯定做整个整理 让志工更了解整个社区人力的开发 然后做资源的转换 然后这个是一个实践阶段 将来我们第二阶段会请社会局认证 将来如果时机成熟 我们会把它纳入志工法 整个纳入我们的时数的累积 跟那个整个纳入法律 来保障我们志工服务的那个 那个志工的权益 好 谢谢郭理长的分享 也谢谢您 这只是一个学问 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概念 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志工朋友们 或是我们身边的资源 都能够有效的被利用 我们进一段广告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您回来今天的凯博Talk Show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大安区的永康里 以及我们北投区的郑华里 以及我们这个信义区的大道里三位里长 非常热心的里长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里政 以及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心得 那其实呢 我相信有很多人对于他的里 已经有一些了解了 尤其是我们理解这里 好像很多那个中外游客 我们要吃东西什么顶太风啊 永康商圈永康公园都会在这边走走逛逛 这边是您的辖区附近对不对 可以分享一下吗 对我们永康商圈其实最有名的应该是大家都很清楚的就是所谓的顶太风 还有芒果冰 芒果冰啊 我从160块吃到200 对现在已经200多块了 一碗冰其实200多块在大度会里面 其实200多块看似好像是很贵 但是因为我们永康商圈是蛋黄区里面的蛋黄 我们那边的房租真的是 是比一般的价位是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那但是我们的永康商圈是所有日本人外国的观光客 包括大陆的大陆朋友 还有韩国 很多很多的外国客人都很喜欢来到我们永康商圈 没错 那不但是吃其实我们永康商圈 我们永康里里面有所谓的教廷大使馆 虽然现在他们没有在使用未来可能有要重新改建 然后我们还有摩门教会是很漂亮的一个教堂 永康街立水街附近那一带 对对对 就在他们的地址就坐落在我们的永康里里面 然后我们还有公器中心 公器中心现在都是在重新改建 那在未来的2020年他就会完工 那是一个会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物 这是在我们永康里的一个特色 那郭里长林这边呢 我听起来跟这个李里长这边也有点像 也是精华区也是算是我们荣总嘛 然后振兴医院 还有这个台北护理学院对不对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说商圈也是商圈 说这个住宅地也是住宅地 也是一个精华区 那我们郑华里就是在淡水县北投区的石牌决嶺站附近 那因为我们邻近了有荣总跟郑青两个医院 再加上交通便利 还有一个大的公园跟夜市 所以我们老人特别多 我们里8000多位 大概20将近23%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因为大部分老人在对于医疗的品质要求都很高 都有医疗的需求 所以大部分老人都会留在郑华里 那平常如果需要门诊 或者有什么看病的需求 那在我们郑华里是非常方便 有两家有名的医院 所以他久而久之都会高龄人口就结构化就非常的严重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社区就营造出一个老得起的社区 就希望说老人家有一个在关怀据典 平常可以在那边学习跟交朋友共餐 然后等到晚上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再共享天文之乐 是好谢谢里长的分享 那毛姐您那边呢 对刚刚两位是有商业区也有住宅区 您那边商业区好像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存住宅比较多 可以分享一下 大道里大道路是吗 大道路跟中坡南路 还有林口街一小段 那我们那边呢 其实它是景林忠孝东路五段 那那边我们有一个信义区的后山皮捷运站 那再往南一点的话 有一个四寿山 那也有景林两个非常有名的庙 这是宿庙宿就是辞会堂跟奉天宫 那那边一般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也非常多 那他必须经过我们里上的中坡东路五段七百九十项 那条路算是我们最多人走 然后就是比较多人走 那因为我们的大陆是在中坡南路 那中坡南路上面有非常多的店家 都是做吃的 然后就是因为做吃的 就会衍生很多问题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就是住商混合的一些问题 以及需要解决的 那不过很多里民 其实最关心的 就是其实力政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段VCR 拿起筷子以享受美食 便跟好邻居寒暄 谈心 在injoy一顿有丰盛饭菜 甜点 茶点美味午餐之后 邓安区永康里的长辈们 意犹未尽 期待下午的书法课到来 摆好笔墨指研 老师带领大家进入书法世界 对于酒味拿笔的长辈 要如何游易入道 甚至透过书写展现自我 那就从最基本的认识工具开始 今天好就是说 它今天有硬毫跟软毫的特性 所以说它是软中带硬 所以说虽然是软的 但是它有弹性 从开笔 提笔 到教大家认识保持笔的 稳定跟灵活度的弦弯 都让学员们生意良多 真的是让我想起以前童年 在学习司法的时候 那种要很大的那个劲 老师教的一级棒的 他真的又把重点都讲出来给我们 他就像在练气功一样 让我们的永康 你真的是永保安康的礼 因为我们的礼长 他真的很用心 很努力 规划很多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了 礼长的努力 他的认真 会办这个共产 接着下来又上这样子的书法课 是让他们能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原本预估是大概十个人不到 结果没有想到来的将近三十个人 所以挤爆了 教室内学员们比气凝神 正笔集书临摹书法字体 老师传授写好字的Peple 就是静下心来 而不是一意求快 就像是人在外地旅行班 悠哉慢行才能够领会到人生美景 帮引发李明打造靓丽下半场人生 永康里长李明银早就准备好 未来将再推出日文 插花 美术 乌克利利 饰品手工一般等等丰富课程 启动身体无感 安顿心灵与人生 接着顾灿永 采报报道 志工妈妈一大早就在厨房忙进忙出 采买 备料 烹煮 全都自己来 北投正华里 听法官怀据点 是台北市少数梅根学校 餐厅 便当店搭伙的共餐据点 因为自己煮比较能控制品质 更重要的是菜肴才有家的味道 很多不认识的邻居来这边共餐 大家都认识了 然后平常一个人在家吃饭多无趣 再好吃的东西吃点都没有味道 多人好吃味嘛 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卫生啊 而且都没有卫精 没有什么那个家天物啊 当初也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 是买外面的东西 但是老人家吃不习惯 所以我们志工都蛮愿意付出来 主动来做 政华里长郭崇一早在当里长之前 就已经开始办理营法关怀据点 两年多来坚持餐点必须少油少盐 也要兼顾营养均衡 才能让长辈吃得安心 此外郭里长还规划送餐服务 让行动不变的老人家 也能吃到妈妈们的爱心 两年多前因为市政府刚推 就是我们关怀据点共餐的时候 我们就针对因为我们整个里的 高龄的长者非常多 他平常都在公园里面晒太阳 然后聊天 感觉上就比较悠闲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活动 所以我们当初就找了一个地点 由大家共同集资来承租 办理长者共餐 当然不是只找大家出来吃饭 郭里长也安排各种学习课程 包括引发养生 理财资讯 手作花艺等多元内容 目的就是希望维持长辈健康生活 鼓励多多走出户外 不但结交新朋友 也能越活越快乐 凯博大台北出位新闻 刘祥婷采访不到 哇 两位里长才上任短短的没多久 我们就很快地成立共餐据点 其实三位里长都有共餐 那我们想先请问一下郭里长说 其实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共餐据点 那经费从哪里来呢 当初也是因为回馈的概念 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地点 我们最初的时候 我们的关怀据点 是大家共同出资来租的一个据点 并不是政府补助 那慢慢也是说 有一些管道知道 社会局有补助部分 可是不足的部分还是大家出资 共同来维护经营这个地方 那也是因为说 我们社区的那个据点的后面那片墙 就是贴了两个大字 就是舍得 因为有舍才有得 有舍才有得就对 对 也希望说志工来 大家一起来为这个曾经让我们 经过很多灿烂岁月的地方 来做一个回馈 是 其实我相信在这个里长志工银行的一些 专业的分配跟这个有效的人力使用之下 我们的这个业务它会越来越精进 不过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尤其是都会区嘛 我们在这个成立这个共餐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比较习惯 比方说像是资源 我们可能用买便当的方式 对 这是比较白话一点的说法 可是为什么里长您会想要用煮的 因为煮的不是花更多的时间吗 您要动员更多的人 这样困难度就比较高了 确实自己煮其实要花从采买到切菜洗菜 到煮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你可能一大早就要开始准备 对 这跟我们志工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去 我接架了便当店来买外面的便当 可是我们志工主动的说 其实吃太油还有那个食物不够软 对老人家都不是很好 那他们就自动自发要求说 他们还是来煮 虽然很热 那厨房夏天的温度可能有五六十度 也不能开冷气 也没有冷气 但是他们很愿意付出 他们说既然做志工就是来付出的 他们牺牲一下 他们要求说可能里长要对他们好一点 没事要带他们去交游 没有 没有太大的 我以为是家财 OK OK 也是志工愿意这样付出了 是 哇这个精神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那其实这个是郭里长的部分 那里里长因为这边也有共餐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VCR感觉 大家非常的温馨 对不对 共餐完毕以后还可以大家一起来写书法 对 一般的共餐其他里的里长 他们都是先上一个什么所谓的卫教课 或是上一个什么课程 手动动脑 对 那他们都会是在大概都是11点钟 就可能会有一个课程上一个钟头之后呢 才开始吃饭 那当我开始办这个共餐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一个方法 如果你让他饿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上这个课 他们或许会有点心里不太开心 因为他要等一个小时之后 才能够吃饭 才能够吃他们喜欢的便宜 心不在焉的 对 心可能会不在焉 所以我就把它颠倒过来 所以我的共餐是先吃饭 吃完之后大家都很开心的聊聊天 接着下来我就让他们写写书法 让他们能够能够在这个下午的时刻呢 能够在那个 我们的办公处那个地方写写书法 那我的课程其实从礼拜一都排到礼拜五 每一天的下午通通都有课 礼拜一我上的是插画课 是由我本人自己教 然后礼拜二呢是我们的画画课 礼拜三就是 是那个彩色铅笔的画画 对 然后礼拜三是书法 礼拜四呢是我们的乌克利利 那礼拜五的话是我们的手作班 就是教你串串珠 你可以做做耳环 做做项链 动动脑 对 所有课程 那其实我觉得用这样子的一个诱因让我们 我们里内的长者能够走出他们的家里 银法族哦在这个台湾现在因为是超高龄化社会 在每一个社区都是我们三位里长我们都会重点关怀的那个一块宝一个点哦就像我们的毛里长刚刚在讲话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心有戚戚烟对不对也有共餐然后其实长辈们口碑很赞对对谢谢对其实我们共餐是我的选举证件之一那我都一点一滴的在慢慢落实我的证件那共餐是我其中之一那我们从三月份三月二十七号那时候就开始成立我们的共餐 那因为我考量到我们的那个礼办公处那个活动场所其实基本上它的空间有限所以我特别呢刚好这个因缘际会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想做事所以只要有资源他们就会马上跟我说那刚好有一家公司刚好要搬离然后就过来问我说里长里长我们这个活动中心我的办公室啊已经要搬离了那你有没有需求对他就来问我说有没有需要场地后来我就当下就把它租下来 承租下来然后现在是我的共餐活动场所好谢谢毛里长的分享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一集以后呢一定都能感受到里长对于我们社区对民服务的苦心了我们凯波Talk Show下周见拜拜